就是要來高卡克 來到了狗狗公園 バター 先來看這個火爐 我之前有提到嘛 這火爐的話 現在我才知道 它原來是包括在 每個月的水電費 所以 就是可以盡量開 你就是這個不會多收錢 房東告訴我現在還知道 再來介紹他們的電燈 他們電燈是長這樣的 打開 那你看到 現在很亮 不太好看了 亮度是這樣 那他們的電燈是可以 所以大部分溫哥華的電燈 都是可以這樣 你可以調整亮度 我現在往下 就變暗了 看到吧 燈有變 沒了嘛 那你 現在調上 調上 變亮了 現在來介紹我房間的大小 它沒有很大 大概就這樣子 但是對我來說 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我就是 只在家裡睡覺的人嘛 我每次都是 一直在外面的人 回家只有睡覺 大概就這樣大小 還好我不夠高 因為這個地方 台燈的位置有點尷尬 太高的你一走 就會撞到 而且加上 你看吧 床在這裡而已 你一走 晚上要回家 睡覺 碰碰碰太累 碰 就會撞到 就這樣 還好我沒有很高 就可以這樣躺下來 櫻花慢慢都要掉光了 現在很多花片已經 掉到地上 這樣子 好了講到靈臉的工作 那天跟一個女生聊嘛 她就說 她之前有接那個裸戲 可是她說其實啊 她跟另外的前輩後面聊天嘛 她就說 如果啊 有接到啊 裸戲的話嘛 其實 就是都跟她講YES就好了 因為 其實到時最後啊 他們也不會 用你 就是影片出來的時候 根本看不到 她說 她說 因為其實 他們沒有辦法 用你的 肖像在那上面 是這樣講的 她說 她之前拍的話嘛 一小時的話 那個耶 時薪加幣 86塊 她說第一天 她大概拍了12個小時吧 86乘以12 就乘一下囉 她說 她根本 沒有上去 任何一個鏡頭 然後一樣這樣輕鬆 輕鬆轉 第二天的話 她就說 可能才在 上場的時候 才 10分鐘而已 那 那一天 好像也是 13個小時這樣 大概12到13個小時 所以 你看 也是 兩天這樣輕鬆 輕鬆轉 她說 她的話就是 因為她那時候 有長頭髮 所以她就是 頭髮就遮住前面 所以其實 也沒有看得太到 反正總之 她就說 影片出來的時候 根本 看不到他們後面那幾個 就是 裸體的 的片 結果啊 我啊 片商竟然沒有要我 拒絕我了 所以我 今天 就沒有去拍片 非常可惜 好 以後有機會再來 跟靈眼們聊天之後 發現大家都好有 遠大的夢想 他們就說 溫哥華是個跳板 所以他們在這裡多累積一點經驗之後 就會轉站LA去當明星 我昨天有一個客人啊 他就說他也有在 我住的這附近 有很多公寓 也是需要清潔工的 他就說 因為我跟他聊到我 那個週末做了工作 掃煙滴之類 他就說 我非常彈性 所以你 如果要工作的話 就直接跟我講 所以 還不錯耶 如果你看 我Summer 夏季的時候 沒有片拍嘛 就可以跟他通知說 我現在有空 你去比較冷 他說而且他那邊 清理的話還蠻輕鬆 他說才1到3個小時 而且是室內的啊 不用再去掃煙滴什麼之類 所以還不錯耶 我遇到這個客人 所以 這方面的話 臨時工應該就 會還不錯耶 會還不錯耶 到這裡的自由業者按摩 有一點也讓我滿驚訝的 因為他們這邊竟然都不走合約路線 可是我還是跟他們要求 就為了 反正就是一個 我就覺得還是要合約 其中一個雇主 Fairy Binan 他就說 我們是 他人是蠻好 他就說我們是很相信對方的 他說 你怎麼會想要合約 他說你不用怕 我不會騙你 什麼之類的 綠色式腳大車的路線 這個是在圓環正中間的花朵 看不同的花 今天是禮拜二 他們這裡的電影院 禮拜二都特價 原本要去看那個 沙戰 宣傳 結果啊 時間沒有對到 等下要去上班 這裡還蠻酷的耶 他只要你加入他的電影會員 你可以 當然是可以集點啦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 禮拜二都已經大特價了 你是會員的話 還可以再打九折 很不錯吧 昨天遇到一個 在這裡長大的 出生的Ferry冰人 這個客人很厲害 一個小時 跟我聊一個小時 可是其實 我按摩的時候 沒有那麼喜歡 全程都聊天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客人 就說我每次去按摩 都很喜歡跟別人聊天 那你知道嗎 客人智商 其實也OK啊 就是他想聊就聊嘛 好 好 太古了 朱鴨 還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